習慧憲先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這個幼城的服務處的成立 然後是不是也象徵了就是 未來在2026的這個庫徒上面 是不是在議員部門有一些規劃 因為剛剛山山有講一些前庫的規劃 現在還在準備階段 其實第一步要找到更好的一些人才 先有建立人才庫 至於那個選舉 2026再講吧 現階段還是先發現人才 培養人才 因為現在台北市議會是民主黨團的 有沒有一個議員形式的目標 2026在問華還來得及 他想要在這個空架部分 是不是在黨部門 就是包括你還有黨團 就是黨部這邊空站上面有做一些條件 然後未來要開發新的網路人員 因為選舉完以後 這是一個叫reset 重新開始的一個時機 所以很多東西都還在規劃 反正到時候出來再跟大家報告 主席 過你提這個N加1政策被國民黨算是抄襲他們2018和2022 還算你們說你們連N都沒有拿來加 對啦 我們這個 目前我們全台灣加起來總共15位議員 其實這連N都沒有 很少 但是這樣喔 這是我們的小草精神 主席 那個新竹農地的部分 之前有說要賣掉 是會賣掉嗎 還是會賣掉 這個我有委託那個李國障議員在處理 因為第一步要先恢復農地 總要先達到標準 至於後續 我有跟我爸爸媽媽講 我說大概我也不可能回去當什麼信儒當醫生 所以那個就大概回去住也不太可能 對阿波 關掉 對阿波 關掉 這是真的假的